主席 我們即將簽任總召的林秋衛總召 還有我們即將接任這個重擔的禮婚整理總召 孫章院長 尤其溫院長 紀錄蘆市長 蔣議長 陳副議長 我們各位立委夥伴 各位立委同仁 各位衛兵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歡迎代表總召部 感謝銀秀會總召 現在的時間 代理我們姓北是一位黨團 能夠扮演在黨的角色 能夠認真的監督市政的發展 一個人體的民旁觀 大家看到朱立民市長對銀秀總召特別樂過 那我相信總召還是很堅持我們在立黨的角色 很嚴格的介入市長 那一點我們是國隆華裔的 那我們也欺騙我們體負者總召 能夠在銀秀總召的這樣的基礎之上 繼續帶領我們黨團 在最後這個會期能夠把我們戰力黨團 應該有的戰力能夠發揮出來 民進黨在新北 我們在台北縣的時候 我們也曾經執政也創造了非常光榮的執政的紀錄 但升級之後 民進黨在新北的立志這個居於戰力的地位 我們去年我們上一次由行務院長代表民進黨參選 所以我們新北市長也打下了一個非常美好的戰役 雖然我們不把你垂直 但在過程中 我想我們相信我們新北市民 還有我們議員的黨團 也都感受到我們由行務院長的戰役 今年是新北市長的選戰 民進黨在新北市 我想我們在新北市的部局 我們選舉會會在事業下去 國民黨這個人選確定之後 我們事業下去會開始啟動這個 新北市長徵召的這個營營的作業 那我們一定會衡量各方的狀況跟條件 我們今天找出一個最強的 我們希望在新北市 新北市民的民進黨再次機會 我們能夠重新在新北市執政 我們能夠讓新北市民 這個回憶起過去我們在台北縣頭 我們執政那時候的逛港 那時候帶走連新北市民重新的逛港 而這一點 我們希望我們新北市民黨團 可以在理論成總莊敗以下 能夠認真的辦理這樣的角色 這是這一屆 我們新北市一位黨團 最後一屆的這個黨團的交接 那我希望我下一次來參加 我們新北市一位黨團的幹部交接 是來參加民進黨 以新北市執政黨的黨團的幹部交接 這樣一個身分的角色來交接 這是我們對新北市一位 眾議員的七面 我們希望我們還要換件一次 改變機會 回歸我們新北市的貢獻 謝謝大家 謝謝